看一下南枪被搬的情况下 选择在蓝色方 直接把狗熊给抢下来 一场的狗熊并没有先急着去抢ADC的部分 那司马老贼的话 本赛季的二飞流失的选择率是相当高的 但是进到现在10.13之后 其实感觉更多的人会以艾希为首抢的ADC 但最近进这个英雄也越来越火了嘛 也是大家研制出来一个比较好打艾希的一个选择 而且效果都很好 仍旧是选下了二飞流失 那这个东西大家每天看比赛 应该都已经听很多 主要还是说每两件之前 二飞流失真的毫无影响力 而且非常容易被艾希之类的英雄 做到线上的压制 第二手选下了巨魔 那二三手这边 看这把伊斯拉双人组怎么去拿吧 因为艾希的话 其实打二飞流失比较好打 对对 就现在也比较不清楚 这个他的一个英雄池 我感觉还是稳妥为主 就正常来讲的话 这手艾希会比较好 是的 选下艾希的话 考虑一下第三手 由于OMG已经亮出巨魔的关系 他们也要决定一下 这狗熊到底打不打野 还是打上单 感觉打野还是要多一点 感觉打野概率相对高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最早 沃利贝尔在LPL打上单 被counterline 就是在克斯的见机手上被counterline的 所以这一手你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看一下第三手 这手要不要考虑出一个辅助 还是说先拿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路 辅助的话 现在 来卡牌 先把卡牌选下来 卡牌这个英雄现在比赛里面 效果都很好 对 他这个支援性 就很容易在前中期帮队伍打开局面 而且非常适合 伊斯大这种偏下路发展的打法 是 纷纷这赛季来到伊斯大之后 也是以支援为主 对 那么在面对卡牌的时候 其中一种标准解确实是赛拉斯 对你飞我也飞 对你飞我跟着飞嘛 OK的 但是给了一个冷操的镜头 冷操呈现一种完全就要睡着的的慵懒模样啊 最终这个位置是给到上单选了一个鳄鱼 先把鳄鱼锁下来 那这边 呃 因为自己有一个巨模吧 所以说奥恩这个点 看会不会考虑去搬 嗯 其实感觉也还是可以去搬的 我也觉得如果你硬是想要ban一手的话 也没有问题 是 因为毕竟你这个 AD是个厄斐刘斯嘛 对 就如果说对面选到奥恩的话 就是对线啊 团战还是会给你造成一些麻烦 更多的可能在第二轮会去 啊 ban掉了 已经ban掉了 已经ban掉了 那 伊斯大这方面来说 不过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说 双方其实辅助都还没有选 伊斯大这个时候如果 太坦要搬一手 对的 感觉太坦是要搬一手的 但是他跟着ban的话 其实因为 现在剩下的三手 如果大家都一起ban辅助的话 OMG会先拿 所以其实 感觉伊斯大也有可能 会变成给自己下套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你看 最后选择ban的中单 先把冷烧的发条给搬了 嗯 之前比赛确实有用过 但是感觉效果也不是很好 发条这个英雄偏长线发育 尤其在中期团战很多的阶段 是很难发挥作用 我感觉不是非常适合icon 就不适合OMG中野的一个风格吧 因为这边 海克也是比较喜欢带节奏的 没错 就你会发现选到发酵之后 OMG就前中期中野没声音 但伊斯大仍然给了一个banway 然后OMG很发得 还是说保护一下自己这边 没有位移的一个C位 咋感觉 左边辅助想选布隆了 有这种味道 味道越来越浓 现在跟艾希最好搭的两个嘛 就是布隆 包括说塔姆 对的 日女 对的 都还可以 就因为伊斯大很有可能 在这个位置选布隆的关系 OMG打算来一手先手的抢断 那这样的话其实 就是卡牌也是比较怕布隆的 对对对 但是二飞流斯跟布隆的搭档 我感觉效果非常一般啊 是 其实最早二飞流斯刚火爆的那个版本 其实很多次布隆作为下路搭档 跟他一起出现 但是你会发现 就往往前期 就那个时候 厄菲流斯在线上还是要打压制的 没错 就经常说效果打不出来 而且那个时候 厄菲流斯前期是还蛮强的 现在就 现在有点弱 那在遇到布隆的情况下 伊斯大布隆被抢断的情况下 他直接选择拿卡尔玛 就下路更强化 他的压制 下路还是绝对核心啊 对的 今天 Rate第一场上来 也是多给点照顾 对吧 这不能让新人感受到咱们这个 RPL的残忍 总而言之呢 你要先给他一点建立自信 尤其今天打的是 对吧 大名鼎鼎的司马老贼 其实Rate的心理压力应该也是大 是 铁男 上路这个铁男选的 我觉得比较好 就这把 就明摆告诉你 我上路要自己玩了 别来了 别来了 就这把跑了下来打 伊斯大这个阵容 下路是不能出事的 不能有一小波的团战接错 接失败都不行 RMG最后一手的位置 第五选 最终给到 艾康的左翼 很老左翼了呀 招牌左翼 感觉艾康这赛季发挥最好的应用 应该就是左翼这个英雄 这有蛮多选手在本赛季的左翼 因为就几大法师吧 像清德拉左翼还有妖姬这几大法师能够掌握好 其实确实都是偏向Icon的类型 是 但他是有利的 这把OMG其实就整体阵容选下来啊 感觉有点偏中后期了 因为他这个阵容前期 是比较难起节奏的 而且下落双人组前期对线能力也非常的差 对对 就前面线上推线的话会成为一个麻烦 我觉得在线权方面来说的话 真的是不太容易拿到 顶多就是 鳄鱼这边对线线权应该是能有的 然后左翼的话看操作应该也是能够稍微推推 但是卡牌很快的 就会把线权要回来 对 这把其实Hacker 担子又有点重了 就感觉每次解说OMG比赛 Hacker担子都蛮重的 就Hacker这把又是选了一个 不太好配合他前期做事的一个阵容 一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OMG其实在 组织进攻或者是大局运营上面来做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个战队 那当然这种情况下 打野的担子就会更重一些 因为你打野不出节奏的情况下 就不能靠杀去滚雪球 对吧 那打野不出节奏的情况下 这个队就运转不开 所以我觉得确实Hacker还是一样肩负重任 而且这场应该要有 蛮多去做尝试的镜头出现才对 是 就把看见依萨这个阵容 就OMG只能说四个字好吧 小心卡牌 这个前期的话 我感觉下路似乎被压得很紧啊 而且一旦是血线偏低的情况下 随时有可能会遭到gank 中单Icon必须要强取献权 并且盯紧对面纷纷卡牌的动向才行 OMG阵容就团战扎实 对吧 打团这个阵型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对对 而且后期输出的话也有相当程度的保障 但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左一这个英雄中期如果不能打进攻 就中期稍微劣势的情况 左一很容易没用 很容易没用 左一这个英雄其实后期也蛮容易刮杀的 对对对对 打不动人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一旦进到后期 很有可能就是全看司马老贼 这边有意识过来反蹲一手 毕竟你有一个布隆嘛 其实一级这边OMG如果打入侵的话 还比较凶的 出现了一个相对常规的暂停状况 不知道怎么了 没关系 让现场调整一下 待会有原因的话 立刻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一级毕竟就如果说 左边拿到布隆的那个剧本的话 照理说左边一级是可以打一个 非常凶的入侵的艾西加布隆 见面你被挂到任何一个人的技能 你就要交闪线 但是OMG这一手强断布隆之后 也是让自己获得了一个一级的争夺权 是 刚才看那个站位感觉 E-4R这边虽然蹲了 但是OMG也没有想入侵的一个意思 因为这阵容说实话 前期如果崩的话 可能直接就会一直被滚雪球 对对 左边的节奏能力其实很好 在你有艾西 然后有卡牌的情况下 非常容易就是打这种 就时间差跟人数差 我卡牌一个飞边 然后艾西一个兵剑 其实你是非常容易躲不掉的 是 感觉OMG这把 有点吃Kars一个线上的发挥 因为鳄鱼打铁蓝的话 如果你打得好的话 是很容易在线上打出击杀来的 毕竟W那个破盾的机制 其实使用得当的话 是有机会单杀的 所以非常克制铁蓝的这个 用盾在线上做耗雪 对 意思还是看他怎么去 利用这个卡牌把节奏给带起来 没错 狗熊念了一个回程 只要重新从上半去出发了 我感觉 顺带换一个扫描 嗯 铁蓝的这个站位 应该也是有要帮他起手的意思 那OMG相反的 其实是防守架势 并没有真的要入侵 双方互看了一眼之后 一击没有发生冲突 就把前期不太能管到下路了 这把hacker要保着上路 这把鳄鱼如果没优势的话 那OMG前期就没有任何优势 给了一个视野师看到这边V的一个开野动向了 但是影响也不大 好的那刚才暂停的原因也给大家报告一下 是hacker OMG hacker选手反映他的设备出现问题 那经过检测之后呢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暂停就解除了 误会解除 误会 身为一个前职业 就是设备问题 你觉得大部分都会误会吗 有时候就是刚好 就是 可能操作的时候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顺 然后 调了一下发现就没问题了 好的 下路对线感觉一击刚才给了一点进口 越来越难受 这个肯定的吧 这说实话布隆加 阿菲流斯这两个就是 就是下路就塔下蹲一万年的组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太难受了这万键启发 而且你想 在这个等级的时候万键启发CT还很长 就非这个万键启发同样 要狂倍吃肚层 是的 而且这把打野是个巨魔的情况下 其实卡尔玛在觉得比较危险的时候 这个大招别用 就留一个阿姨在手上 其实是很难抓的 对的 就你来抓我就硬跑 加上因为前面一级的布防的视野已经放在了河道 这个地方也完全不怕巨魔过来 这下路感觉对线炸了呀 是的 这艾希本身就好打恶非六四 而且巨魔拦起刷猴 就很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来帮忙 嗯 这把说实话拦起是对的 因为你红旗你来抓下的话 也抓没有 刚好也是遇到无业在下路 必须得给了 这不给是真的会被跃的 虽然说对外没有点 但是熊刚刚还换的扫描也起了作用 是立刻扫了一下 但是卡牌 有点不太清楚 侧边是有巨魔的 刚好被隧道接飞行接柱子 这时候拉一张黄牌出来定一下 好像是不需要交闪线的 但是血量有点低 被巨魔闪现了之后 还是得换出一个闪线来 哎呦好恐怖 Hiker这波也是硬帮中的大优势 是的 就硬闪换闪 强行我的闪不要了 艾康你加油 但是你这没闪了 等下也需要小心了 是的 等下纷纷就要来找你了 上路这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前面的话 其实等级起来之前 小白这边还是比较难受的 这一波到进来这个位置 可是铁蓝的血量还可以 看这边冷哨也非常细节 往上路靠了一下再回 现在给你压力 红路的阿宇 应该是在等破盾吗 好像一个拉 但是这边没拉到这边Hiker啊 这个位置 伤害是够了 我完美的一波台下配合 越得非常的漂亮 也耐心也很足 但下面这二飞六四的血量 已经被打出闪现了 斯马老贼对线仍然是非常辛苦 有进展起方打野上路肉头的情况下 哦 瑞特 出战的表现非常好 我也已经到了进来 但这个三脚槽里面是有演的 斯马老贼已经回车转松了 瑞特的LPL首先有点理想 哇 这第一把下来 直接四分钟打出声音来了 你问所有的射手选手 如果你要去LPL打首秀 你最希望在哪个队打 我相信很多都会选择是在East 因为毕竟他们本来就围绕下路打了 那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19年的方普拉斯 好 那在方普拉斯19年打首秀也是舒服的 这把马哥也有一点没办法说实话 这个布隆加阿菲流斯的组合 在这版本确实下路对线挺拉胯的 没错 可这两个人是真的难玩 玩不过呀 阿菲流斯的前期已经是连 大概连续了四次了 主要其实你现在这么难受的话 等一下卡牌六级你会更难受 没错 因为等一下这边真要下路四包二打你的话 你是没什么太多办法了 我只能靠上路了 因为上路现在是有个TP差 看等一下能不能帮一下 那这个真的是感觉唯一翻本的机会了 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比较好的TP位置 然后East在月塔执行的同时 有没有先想到这一点 小白推了线之后来野区 刚好看到了海克 嗯 刚才其实月塔有点可惜啊 其实海克是没闪的 那个一技能如果拉到的话 感觉是能换的 当然差了一寸 甚至自己都可能不死 但海克这边走位也比较好 海克其实非常清楚吧 自己闪现在中路交掉的事情 全天下都知道 所以自己也挺小心的 哎呦 我们要再上来推一下 你看卡牌已经很快的把线权要回来 即使在自己没闪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先走一步把中路的线给清完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边V要把中心放到第一条小龙上 因为下路现在优势很大 这个要利用起来 不过实际上化为压刀的这个优势 却没有特别特别的缩 哎这波感觉纷纷这个位置感觉死了呀 应该死了 他这个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还交了一个闪很稳 这波其实闪交不交感觉都必杀了 对对 只能说稳了一手 双击地组合还是猛啊 黏着你动不了 但他是不是要小心 因为其实小五自己把他的闪现交在这个位置的话 下路其实感觉会更难耍 就会不会成为一个伏笔不知道啊 但是要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感觉这闪现还是稍微稍微太保守了一点 这波说实话有点激进了这走位 对对对 可能是看到自己打野在旁边吧 觉得比较放心 比较放心 但其实一个狗用在旁边也帮不了他 这样的话 芬芬现在虽然是有6 最后再提前支援不到队友 哇两度成了 这几分钟 7分钟 7分钟 这其实进度已经是比较快了 最关键一点的是 OMC们缓解不了下路的压力 是的 因为这把布隆这个英雄 其实配合打野先手能力是比较一番的 他比较适合一个反射 而且上一波布隆在中路是把闪现给用掉 没错 那芬芬这样的话 从好的方面想对吧 帮下路这个消除一个隐患 没错 而且他其实自己的刀没有拉下很多 虽然即使刚才被逼闪被击杀了 但是他现在刀还是勉强维持住 限权也都有 这边寒冬之咬是直接被小兵挡到了 下路感觉就是挨打组合 对的而且感觉还会再掉塔皮 这个塔皮是一直守不住的 但不得不说OMG上一波决策蛮关键的 抓死了纷纷之后其实是 拖延到这边依斯大来下路吃小龙的一个进度 对吧到现在为止 就按常人来说这个龙应该早就能吃了 就五级那会儿就迎接来吃了 但是现在动弹不得啊 羽魔这时候还要进来 应该会注意到 但是没有视野这个在草里卡了一下之后还是没有 给柱子拿视野 但是要让还是相对容易的 吹明气泡卡位置也没有隧道 哇下路这三个肚层没了 来了上来粘一下这边寒冰 但是打不出来第四层啊 这不可能的 这波粘到了也没有更多伤害了 是的 而且这把Rite是带着进化很稳 两边的AD都是带着进化 二费六四这边带是没法子啊 对面的这个有个寒冰在 威胁很大 还有个塔盘 这边选择先来吃掉这条侠五先锋 也可以吧 毕竟自己是刷也刷到了上班区了 这个也我觉得侧面呼应了 你刚才讲说 OMG对中路那一波击杀产生的影响 因为正常来说 其实依斯拉的数据面来说 他的先锋率很低啊 他的先锋率大概是39%左右 他大部分是围绕下路去打一塔跟龙的 所以这个下骨先锋其实 本来意识到应该是没有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去取下骨先锋 应该还是以打下路为主 但是这个小龙 这段时间OMG要想问他哪里啊 毕竟已经看到对面把先锋打了 你如果不打的话 等一下来下路的话 你又白黑一条龙 这必须得打了 而且现在上路这边是有一个TP差的 这个龙OMG应该是吃得很放心 没有什么威胁性 那这个前期感觉能接受呀 而且现在就OMG这种拖到团战是比较猛的 但这把还是那个问题 就马哥的发育太差了 我觉得现在OMG应该把中心放在怎么样 帮马哥抓一波对吧 就是有抓是一种方法 或者是说对线骑渡过 如果说你没有抓到的话 对线骑渡过之后 你就必须把能发育的安全的线 通通都让给司马老贼去做发育了 那基本团战就看不到人 没有声音啊 前面说了小型卡牌 这把就是把卡牌给针对的死死的 让他动不起来的话 可以缓解很多各路的压力 看第一个大招怎么去飞吧 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已经升到了八级 但还没有找到时机去放哈大招 但下路先锋 加这个塔皮早就已经推了三层 这先锋可以顺利的 让Rate拿到一血塔的钱 我的天 Rate这把是经济起飞了呀 真的飞了 这把两枚AT 这个发育确实差距有点大 太大了 因为你看现在OFC两个人头领先 但经济上反而还落后 这两个人头的话就是上路越成功一次 中路滑倒一次 但是没有影响到E-Star的责心 这位是想抓马哥 但马哥有双招 这波应该死不了 开晕进化双招 直接DF2连闪到他内 这边换技能换了一个DP 小虎过来稍微给点掩护 但是这个先锋 感觉还是能再撞一头啊 应该是没有人能够点到他背后 这波感觉甚至还有机会 拆一拆 因为马哥这个状态感觉 守不住这个塔 而且巨魔的位置太远了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支援 应该是拆完了 而且没有一个绕后的一个TP眼啊 OMG 这个下路是已经被穿了 而且这艾希是没穿的 艾希只有一双攻速鞋的状况下 拆到这了 那你也看马哥呀 马哥这是连一双鞋都买不起 那他有矿刀嘛 我们不能穿鞋还不能挖矿嘛 慢慢挖吧 对 那至少呢 对OMG而言 现在下路化成了一条马哥的发育线 对 短时间的意思他不会再来了 但问题 对马哥舒服了 不过艾康跟这个克斯就不舒服了 这一段时间就压力给到队友身上了 就只能说 让其他路来给这边AD拖一些发育的时间 甚至这个兵线如果能做回来的话 辅助得赶紧去帮其他路缓解一下压力 就马哥如果能保持安全的位置的话 你看辅助直接回来了 但我觉得目前这个局势 OMG应该是能接受的 对对 毕竟这把上中发育都很好 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容易给他们拖到 就是中后期打那种正面团的一个阶段 那么现在就变成会看说 艾希在拿了全队的资源塑造出经济优势之后 下一波小规模的冲撞里面 艾希能够打出多少价值 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把其实艾希在团队里 也没有说很好发挥吧 我觉得 因为这个英雄本来 经济转化能力就没那么强 是的 来了 上路这边直接闪现 一个明镜擦肩而过 哇 这个位置又是一个GP落在后面 但是这边 正面克斯已经先倒了 闪现以后想要AQA 但是最终竟然被Red扛住了这波伤害 幸好不容易是过来 当然熊给了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也并没有往塔那一跳 没有发挥出大招最大的一个价值 卡牌在后面又拉出了一张黄牌 定住了 但伤害感觉已经不够了 艾希如果没有办法上来补这个伤害 然后布隆往前丢了一个大招 把人给抬了起来 但是卡尔玛仍然是有一个加速的盾 现在掩护了队友往后撤 威这个地方血量 他仍被定住了 俄菲洛斯清灰夜宁打中了 拿回了这个人头 有一个TP 这个绕后是一个铁男的TP 但OMG这边也交一个TP 闪现上来一个Q 是逼出了这边的一个秒表 后续这边关注了马哥 马哥是没有双招的呀 这波在小温屋里很绝望 后续一个拉 这边捡了一个闪现 但是没有闪出来 吃了技能之后再交闪 这边能不能换 纷纷闪现上来 自己也开了一个秒表 一丝血 但铁男已经处理掉了 后面的两个人之后 是拿到了三杀 铁男像个战神啊 这波打下了triple kill 虽然其他队伍也纷纷都死了一轮吧 但是铁男是孔城最大赢价 这波的话 我觉得另外还有就是 Ryte其实也算大的 因为他其实扛完所有伤害 然后没死 Ryte也是悄悄的就溜走了 对溜掉了以后 我甚至都没有看到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跑 他其实第一波被打残血以后 就去草里回城了 然后是这个最后才走回到线上 刚才感觉Kars说实话 上的时机没什么问题吧 但确实IC装备太好了 因为他刚好是闪眼上的那一瞬间 然后把IC那个大招 给躲掉了 也算是阴差阳错 但是实际上是操作起来了 后续 但是现在这三个人都给到小白啊 小白这一下起来了呀 这对线被压了十几分钟 这一波直接起来了 我们刚才讲了说 艾希其实不是一个 经济转化率特别好的英雄 可是他如果透过这波团战 把经济化给了 他的小白这个队友的话 上了三包一抢包 这波Kars是没有闪现的 在塔下这位置 小五也正在支援 能不能赶得上 但两段一这边布隆挺身而出 过来保护一下 之后有没有反打的一个机会 主要还是 伊斯塔这边的伤害感觉 确实是略有一些的不够 艾希也还没有做好他的破败 伤害差了些 那这三个人的话 艾希打不出伤害 也不能期待谁 人总不能叫Kars打伤害吧 所以这波的月塔还是没有成功 但等下刷了之后我可以第一次验的 伊斯塔这个动作明显是小龙 我不要 然后你下路的 这个二费流色发育 我暂时也阻止不了 铁男过去看一眼 也就是看看 这个铁男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然后我反正这段时间 再让艾希取一点经济吧 但我觉得这决策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在于上一波团战 其实两边是打了个有来有回 所以导致说这波你伊斯拉 再往下路靠的话 你没什么优势 反而容易给OMG埋伏你的机会 伊斯拉虽然是在上一波团战里面 多赚了一个人头吧 但是大部分的经济都是在铁男身上的 铁男这个时候下路的塔 是被马哥一顿狂推 因为是有折径的 但也不敢越他了 因为这个铁男是没什么道理 那看一下这个第二条下路先锋吧 因为如果这个先锋吃不到的话 那伊斯拉其实很亏 嗯 哎看了一眼 自己的红是被这边Hacker给吃掉 这把又是个水龙魂啊 这把其实龙魂感觉 对OMG来说很理想 因为他们这把是想往中游戏去打的 而且现在手里有两条龙 就即使说下一波团战没处理好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拖到一个大后期的 OMG其实这把处理真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就把一个前期下路崩盘的危机呢 通过团战通过各种方式通过控龙呢 算是化解了下路崩盘的问题 这把主要靠Hacker啊 对吧Hacker一波抓中 两波抓中 一波抓上 把节奏完全带动起来了 他也知道这把他就下路帮不了 所以干脆就不准备他去了 我觉得很正确 就叫人来选到这个阵容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这把到底该怎么去玩 因为你强行帮下 其实蛮容易赔了富人 又折兵的第二条下骨先锋 E star已经动起来了 从OMG的位置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想看的 想看 但是这个龙没有视野啊 这也是前面一波E star 做资源交换得来的一个优势 在靠了 但是先锋只有4000血了 而且这位这有一个铁男啊 我不推荐OMG打这一波 感觉这波抢的话 最多冷少这边看 能不能用飞行抢一下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而且冷少进去砸了一个飞行 虽然砸到了伤害 但是小白很快的把伤害给回上来了 现在手里有个先锋 看什么时候推中 这个先锋 应该等下要找一波 上下线处理妥当的时候 过来打一波 而且这把感觉 分分这个大招是不是还没用过呀 没没有 分分这个大招 它应该是属于那种卡牌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无限可激流 就是我一直不开大 你就随时都要害怕我开大 对对对对 因为他这把本来线上 也不是很理想吧 这样的话大招 既有一个威慑力 同时说又让自己能发育 对吧 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思路 这个就是 武侠小说里面说的那种 就他不动的时候 你反而完全不敢轻举妄动 没有破绽啊 没有破绽 但但确实 就是也不会有 也不会有效果 就是他不会有破绽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给队友带来更多东西 确实是 对面还是要多想一点 Icon这边应该会爆 哎中路有大的 你们小心点别给抓了 但这段时间我觉得 刚刚依斯大应该是盘整了一下 现在才要来测动 怎么样用这个小五先锋的进攻 就可能他也在等一个机会 就等一下等到所有人 全场十个人都已经忘记 卡牌有大的时候 纷纷突然掏出来一个大 哈哈哈 心理战 利用这十八分钟的不放大 让你忘记我有个大张 哦 Icon透过个人的操作 压低了芬芬的血量 这么一来就危机解除 芬芬 感觉得回补一波了 这一分半钟 杀水龙了 我觉得伊斯大如果 连放三条龙给对面的话 那就过了 不能接受啊 真的过分 哎呦中路这边破败 吸了一口之后是打了一套伤害 但好在是个布隆啊 但这一波的话 有点像是强行放出下锋先锋的意味 但也只能保着撞一头 效果我觉得十分一般 对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放出来的话 下一条龙的话 OMG就没必要太担心这个点了 对龙团也没帮助了 就本来的话可能还会存一个念想 就是我中路放一波先锋的时候 打龙很有棒很有赚头 对 主要是卡尔玛加艾西这个双人组 一旦进入到团战阶段的话 其实你的作用比起恶飞 刘瑟加富龙来说 感觉也是不占什么便宜的 虽然说你发育更好 对对 而且马哥前期虽然说挺崩的吧 但是他的装备 其实慢慢的也发育起来了 补起来了 现在其实辅助装备差距还是比较大 这边有一个大神飞 但是布隆这英雄也不怎么吃装备 中路直接亮TP了 是谁的TP呢 感觉是卡牌 总分过来 这个位置有很多怪东西 一直从塔外飞进来了 20秒了 纷纷线一直带不出去 但下路线其实是不错的 这边OMG 不考虑说分人去处理一下吗 但这个时间点 我如果是OMG的话 他已经卡死小龙坑了 他应该会想要以小龙为主 那下路这个并线可能就放掉了 对吧 克斯真的可以去 克斯真的可以去 而且有TP 第一时间过来 再站视野 但这边一个飞行伤害有点高啊 围的一半血是没有了 这边又是一发睡眠气泡 靠着Icon的精湛操作啊 这里在团战前是稍微拉到了一点血量的优势 不过Icon自己其实也被蹭掉了一些血线 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在这一波的位置交换下 是让E-Star完全卡死的小龙坑了一个视野 OMG这一波看起来是想打的 E-Star的状态感觉不特别好 这波Hiper不太好抢 你过来会被关闪 哎呀他抢到了 我竟然抢到了第三条了 容忍且非常关键 OMG这个时候趁势冲了进去 鳄宇在后排风光的输出 虽然IC交出了一个闪现 但现在血量还是非常低 但卡牌及时丢出了一张金牌 攻出了鳄宇 是让E-Star反杀这个鳄宇成功了 不过剩下残血的众人 在背后有一个残血塔的情况下 是有位置可以推的 但轻微夜宁极限距离命中了 爆开两人 看嘛 马克这一波拿到了这个Double kill 还是价值天成的 这波这个大招逃生很舒服 嗯 纷纷大招终于开了 拿来保自己一命 但是团队 虽然小龙都没有赢下来 而且还把人数都给 就人头都给给出去了 OMG这一波怎么说都是赚了个盆满 这波Hiker只能说 很果断好吧 闪天竟然竟然把这个龙抢到了 却真的没想到 那这样的话感觉 E-Star这把引力很难了 因为你经济相等的情况下 你打团是不太好去跟OMG打的 一方面来说的话 前面一开始就讲过 E-Star这是一个节奏的阵容 结果这一局的节奏 其实更多的是OMG 是Hiker对面掌握的 然后刚才这波团战 你可以看到说 鳄宇一个人进去 差一点就把寒冰杀了 虽然最后靠着卡牌 跟寒冰联手处理 把鳄宇给解决掉了 但是 没啥战斗力 已经没啥战斗力 这把主要是E-Star这优势终演啊 没打出声音来 对的 那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正面团我觉得还是能打的 但你再往后拖 而且这把OMG这个龙节奏太好了 你这25分钟 下一条OMG拿到这个水龙魂的话 基本上就能结束这场比赛了 再看一次Hiker直接三千进去 有三十局好像是 那这个V这里也有一点点的失误吧 这么说 这波大鳄鱼进场 虽然说自己是死了 但是拉了一波爆炸伤害啊 直接把这边三个人全部打残了 其实蛮无所谓的 他死了就死了 这个E-Star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了 这队友过来就一个技能一个头 而且更要紧的是 马哥透过刚才那波的清晖夜宁 拿下了这两个人头之后 经济得到起飞 现在也是两件套了 往下走只有越来越强 然后加上三条龙的听牌能力 这等于说很快的 大概在你刚才讲这个26分钟的 龙魂团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感觉E-Star已经很不敢接正面 在那边 小五是挺身二处 帮忙挡了一下 这个剑还是E-Star 哎呦 这边虽然也挡 但是你这个小身板有点挡不住啊 清晖夜宁炸下来 两人直接殒命 又拿到Double Kill 死马老贼 这把虽然前期被压得够呛 但现在应该已经实现经济反超了 走远了呀 这盘已经走远了 这大龙一丢 感觉这把E-Star翻盘的机会 也只能说渺茫了 那我必须说啊 就这一局就是 我觉得新上来的ADC选手 感觉问题大 我觉得打的没问题 我觉得感觉打的没问题 但是整体的节奏 因为 E-Star这个节奏要怎么打出来 艾希的兵剑 卡牌的大招 这两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前中期的每一波战斗里面 都找不到 就没有 就没有 都是被OMG开的 这边好不容易想开了一波 结果是被OMG惨烈反大 这波又是Icon的一个催眠气泡离弓了呀 这波睡得好整 而且配合马哥的这个爆炸输出 现在马哥 这两个套在手里正面团的一个声音 是完全艾希比不了的 没错 而且现在还可以去带 现在纷纷想抓都难了 因为你现在抓的话 即使能抓死你 也要浪费很长时间 而且自己的火力 已经算是比不过对方了 然后就算你下去抓把 比方说你交闪现黄牌 去定了对方一个单一位置 那你自己很可能在 随后的交换里面被换掉 现在这个局势马上一分多钟 水龙魂也刷了 是的 这把对于依斯达来说 现在只能靠卡牌 看还能不能找点机会去拖一拖吧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 其实我觉得依斯达这场打出来的东西 叫做下路的压制执行依旧很扎实 但是节奏却有一种退化感 中野出问题了 中野节奏完全丢失了 来中路来了 这个位置马哥是没闪的 感觉有点危险 分辨一张牌下来 但是马哥这边有一个血液 瞄解了之后 继续利用自己一个吸血 还没有死 拉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换腾通闭之后 保持较远的作战距离 但是这个铁男把人敲死了以后 出来再给了一个Q一棒嘴 让马哥不得不退出战场之外 同时小白自己一个金身金身起来以后 灰色一拉 但并没有拉到鳄鱼 这时候马哥丢了一个青龙夜灵 但是极限距离下 这miss掉了没有命中 艾康这地方也被逼出了一个闪线 韩冰还想追击 但是已经缺乏任何的追击工具了 不过这一波的话 团战是被伊斯塔给搬回来了 这波有点给机会了 说实话 刚才应该是这边OMG人不齐的时候 被伊斯塔给开了一波 这么一来的话 伊斯塔的话就想趁这15秒钟 控制小龙的视野 好 那这波龙魂的节奏一段的话 真是给伊斯塔喘了一口气啊 但是艾康 这位置艾康感觉有点危险啊 有进化 精华解了之后是没闪的 这边还在追 但是这个位置能不能追上 还有一张牌 有点困到了 这边一个折返远远远回来 感觉这边一个睡时睡到了这边的艾西啊 导致艾西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上来跟输出 而且回身套了一个虚弱的话 也让芬芬进入后撤的架势 现在布龙想要追上来 但这边万剑西发捡了一下速 布龙跳了一下队友的兵 想要再给一个寒冬之咬 感觉不用追了 这去吃这个水龙魂是最重要的 但这波威是有闪现的 我觉得这波必须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这边气泡又再度的命中了 不过似乎是没有办法给飞星的样子 没有办法压低威的血量 那边隔墙的话 还有一个通臂打进来 不要想要压威的血量吗 冰箭上去了 正确的命中 斯曼老贼但是被秒解 又给一个柱子 这种熊闪现 没有抢到 这个龙魂依旧是属于OMG的 鱷鱼同时从上面跳下来 交了一个闪现 以后滑进场 鱷鱷这个威力非常的强 感觉伊斯达应该是要招架不住的 艾希还在拉距离 鱷鱼选择先打边上的铁蓝 把铁蓝给杀掉了 现在寒冰还想要逃避 已经没有空间操作 寒冰也遭到击杀 OMG高歌猛进拿下了龙魂 只推下路二塔 但没有兵线了 比较尴尬 这波过来之后看了一下 撤 没有关系 龙魂已经到手了 其实团战最初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这把感觉没什么机会了 确实打完 前面如果说这个水龙魂能吃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把还是能往后打一打 毕竟卡牌这英雄理论上拥有无限可能 而且卡牌的话还能够编带稍微给点压力 来缓解一下正面打不过这个问题 这分也是换了个惩戒啊 但是没有用的一个机会 没有机会进场吧 因为刚刚其实OMG是非常认真在卡三角草这边 哎呦 这招牌左翼就是不一样啊 这把一杀恩书线已经跌了22层了 马上就要独毕业了 而且22层的话都大肆了吧 我马上就毕业准备考研赖现在都 也需要再掠夺一下这边资源 而且依斯拉这个阵容啊 打到现在 他这个先手能力就只能靠爱希了 对吧 但是前面两波其实爱希 感觉冰剑开到了团战也未必能上呀 主要这边OMG双推都是进化呀 然后这边老贼又出了一个水银 这双保险再加一个布隆 哇这三保险 确实感觉非常难威胁到二飞流失 我们前面也看到说团战的时候 冰剑即使命中后面的二飞流失 也是被秒解 哎呦 小C这个位置感觉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必须去对面也去做事 但是爱希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意思呀 想抓抓这边 爱康爱康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 第一时间是被秒掉 但后面这边队友已经过来了 水波团战想来救爱希 爱希这个位置为布隆一个大手机飞也是被秒掉 或许三个人感觉只能撤了 无处可跑呀 伊斯大这个位置的话 跑感觉也是空间非常有限的 卡二玛给自己一个加速盾 然后黄牌给上 不撤卖流赶紧撤 但这位置小五过来已经留住了芬芬 QQ到了再套了一个虚弱 芬芬的位置确实感觉非常危险 黄牌一张 芬芬策划好了自己的逃跑路线 好芬芬交了一个闪现之后 竟然被他逃跑成功了 而且这三角草里面竟然有一个人 在这里回程 Q到了 Q到了断掉了回程 这一下小C有点难过 诶 但小C这波逃跑路线还有闪现 怎么说 再给自己盾 加速跑得飞快 哎呦 伊斯大你别说 其他点看不出来 这逃跑各个都是一身本领 哦 这边还从二塔前过 哇 我这给他跑了 被他环游世界一周溜掉了 可以的 这波 还可以吧 拖了一会儿 这 只能说大难来时各自飞 但是他们这各自飞飞成功了 倒是没想到的 本来觉得是挺崩溃的一波啊 这波好像三个人都走了 对对对 四面八方四散奔逃 呃 现在这个局势其实 大龙刷新 感觉OMG都可以尝试直接去动了 有水龙不能打 大龙也无伤 是的 然后红白刀嘛 也非常适合砍大龙 虽然说 呃 哲镜是被削过的 但是打起来还挺快 但你就爱希三千套比不了 我会留思呀 大家都三千套 而且五还有布龙 布龙在团圈里面发育空间太大了 就爱希这边伤害 包括说卡牌的牌都会被他挡到 有意思的是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二费流是第三剑 大家都是选择绿刀 呃 虽然老贼的话 主要没有什么生存危机了 就对面击杀 他主要是靠控制链衔接 有水印有进化的话 你就控制链不可能接得上 是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出这个立场 哎 中路又想逮艾抗 这波整网线过来之后 但队友全部都在附近 布龙保了一下 侧边的话卡牌还在找机会 下一张黄牌要抽出来了吗 抽到了 但只有鳄鱼可以丢 把鳄鱼定了一下 但鳄鱼仍然进到了后排 鳄鱼造成成盾的输出 而且金龙燕琳炸了下来 这一波是 伊斯大正面直接溃败 只剩下后面一个铁南还在拉人 铁南也没有办法打出任何的击杀 只遭到了二费流是的反杀 感觉这个时间 结束了呀 要一波了呀 30秒钟 但这波小兵不是很多 看这边纷纷能不能拖住 这肯定感觉像是扛塔 保小兵塔吧 没兵了 不用肉身扛塔吗 这波应该是破路 然后再去吃一条大楼 应该是回头吃大楼 OMG选择稳妥的慢打 积极一点队伍 就鳄鱼上去扛住那个塔 先硬拆再说 还捡了一个TP 这波可以先回补一波 TP捡到很舒服 两个人已经可以足以把这个龙吃下了 虽然说这波卡牌有大招 有TP 但感觉来不了了 因为上一波也是换过惩戒了 这波不能玩个骚操作 直接飞到龙坑里面一个惩戒 TP落地惩戒 打龙轻松取下 OMG进一步的迈向胜利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波团 正面发现 Esta发现自己是彻底扛不住 一开始 感觉Rate这把真的打得挺好的 说实话 这把你看团队里面 其实输出位置找的已经很好了 但就这个伤害太多了 清卉夜宁 封闭清卉夜宁 一人一枪 经典刮杀 对对 就艾西碰见水龙魂 就只能说绝望 但是艾西这个英雄毕竟选出来 就不是为了货气输出的呀 想要货气输出就不会选艾西了 现在这个局势对伊斯塔来说有点难过吧 因为这种局你找不到什么翻盘的一个空间 是的 就这把你翻盘空间就只能说OMG这边有巨大失误 然后比方说突然走位走着走着把阿菲露伊斯露出来被你杀了 或者说中路这边也落单了 这位置又带到一个海克尔 海克尔 如果血量有点危险 轮回绝境里是关到了这边海克尔 还在追到海克尔 这边跑的速度很快啊 躲了一棒子啊 但是感觉最终走不了 不过杀掉海克的同时 掉出来的小白同时也身陷敌方的围殴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拉到后面 而且这一波是没有被红楼W破到盾的 大家意识到的话还有点空间可以往后拉 但是输出是绝望性的跟不上 五杀有没有五杀马哥 有没有已经夸张了这一波队友帮忙留一下 A A PENTA KILL 哇这波马哥 队友有意识地帮他留了一下 突然气泡隧道了以后 就只有马哥一个人拿着断破往前A两下 也是扬眉吐气了 抱了前面对线期玩得比较难受的一个气 各位AD的玩家要记住这场比赛 就算你前期对线直接被破五层渡成一些塔 最终你还是有可能PENTA KILL 免费获得三小时游玩时间的 可以那也是恭喜OMG 第一把也是在前面比较僵持的情况下 还是顺利拿下了 如果说回顾这场比赛的话 还是这个关键点就是你有卡牌 你有爱惜的情况下 中期节奏彻底丢失 一波都没有主动开到 全是被OMG找机会 我觉得INSTA要去思考的是这个点赏的问题 是 觉得主要还是中也没节奏吧 这把其实我也没有做到太多事 因为常规上来讲你爱惜选出来前面你是要控龙的 因为爱惜这个英雄其实打法跟这个滑板鞋是差不多 就前面要通过控资源的方式 压线之后 给自己创造中后期赢比赛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如果去跟大家比这个后期的输出的话 就你刚才提到的卡利斯塔也是一样 就不管是卡利斯塔是爱惜 后期就是打不赢对面 那一定要想办法说 在进到后期之前 我尽可能在推陷其赢经济的情况下 我控完龙之后 很快的打一个你根本承受不了的龙魂团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赢游戏的一个办法 但这一局的问题就是 DickHacker其实真的打得很好 虽然这把MVP应该给马哥 那没有办法 就是 马哥确实是把不容易的 选到一个这么难受的组合 但是 线上虽然被压了 但是也没死 然后团圈里面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炸输出 而且打出他 最终是15个击杀 也是打出本赛最高的 马哥拿X5杀不容易 对不容易 OMG本赛季的这个三胜而已 要拿5杀当然是没有很大的空间 确实对他个人而言 马哥粉丝今天也应该非常高兴吧 尤其前期被压成这样 然后刀也补不到 最后只能起个矿刀 穿越商草鞋起个矿刀 然后卑微地度过前期 是 但最终还是出关了 出关拿下PENTA 前面E-Star也是在中期那段时间 就10到20分钟之间其实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是到团战阶段 还是因为OMG这个团战阵型 给逆软过来 其实如果不是马哥就后边太亮眼的话 其实Hacker真的 蛮有力的一个MVP竞争者吧 因为毕竟 就是他抓了两次卡牌 抓了一次铁男 给团队带来了很多的 还把龙抢了 还把那个龙好关键 那个龙鞋也蛮关键的 算是那个龙给E-Star吃到的话 感觉E-Star也没用 好像也没什么用 就一条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给E-Star很多加压的 施加了很多压力嘛 就包括说很早很早的达到一个龙魂团 然后那个龙魂团最终E-Star也没能处理过来 很早的让OMG获得了水龙魂之后后面的团战就真的是没有信用 因为艾希其实Poke到了很多伤害 但是团战的一波惯死人 他就是办不到 这是英雄特性所指的 对面这阵容确实打不动啊 对 这把主要是 我觉得Hacker也是很关键 把这边中上都激活了 特别是中路 这把冷少其实生意蛮大的 要不是 这还是那句话 要不是马哥打了一个Penta 其实冷少也可以竞争一下MVP 但没办法 因为每一波的龙团 前面这么多控龙 其实跟Icon很多次 就是都提前气泡飞心 然后直接把你打残血 也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鳄鱼吧 你看鳄鱼每一波进场 就对面只能跑 就我这个鳄鱼进来就是给你杀 你杀不杀 而且他几乎没有一波是打正面走进去 就是他很多波都是侧边弹果子 直接切进后盘 或者是正面有一个机会 他直接闪现一一直接到艾希身边 因为他每一波打都非常正确 没有花任何一点时间在跟前排纠缠 相信队友吧 就我进场的话 把对面留住 哪怕是我死了 队友一定能够收割 是的 我觉得配合的相当不错 所以OMG在这场比赛里面展现出了相当优秀的节奏跟配合 三十血 疼到了 他刚说了一口不好抢 因为毕竟有一个铁男在脸上嘛 是的 铁男照理说大招一关 怎么可能有机会呢 这波也是以为已经把那个龙吃下来了 也没有第一时间出去去关 而且主要 你这个阵容确实关了之后你挺绝望的 因为如果是满血的话 你关到一定是打不死的 那你打不死 你这个轮血结晶出来之后你是必死的 没错 我们这波烧着一个催眠气泡 总共是留住了对面的三个人 这时候马哥的伤害已经很惊人了 秦辉夜宁蹦蹦 那这一波也是一样的 鳄鱼先被集火了一整波然后倒掉 后面马哥其实血很残 这是伊斯大少数赢的团战 就因为先集火你人不齐 OMG一个一个被砍倒 这时候Icon才从后面赶到已经来不及了 我找了一个Icon不在的时候打了一波架 但是这波马哥是极限所血啊 就是死不了 所以这边Icon也是拉屎的很好 冲进去想要撑 撑一下还是差一点点伤害 后面就没办法了 这大鳄鱼像个战神 有点恐怖 其实Rat他这把真的也尽力了 第一把上来 我觉得没啥问题 我觉得没啥问题 其实打的蛮好的 下一把看看能不能E3这边 稍微做一些改变吧 稍微配合的再好一点 有个点我觉得是 一来是分分这场确实有点被动 然后可能Rat 你又不太可能要求他一个新手发的人 就是做到IC的主动吧 我觉得如果有下 下一局如果继续打的话 他也许可以尝试自己主动去做一些冰剑的play 但但就是尝试了 就是也不保证结果 这把主要真不好射 对面一个布隆你怎么射 对双C有进化 然后辅助又是个布隆 这把我是爱希的话 我真不知道怎么打 最后马哥的一波无情营宴 直接拿到5杀 帮忙碎一下队友直接让开 上去A两下Penta 马哥5杀了好吧 我轻回 也轻回了 我黑可获得了相当大量的选择人气啊 本丝眼睛也是血量的嘛 没错 大家以往也对海可要求比较严格 但他能够打开比较好的一个节奏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多鼓励一下 没错 本场比赛的人气前三甲 海可 克斯 跟司马老贼 也 虽然说MVP还没出吧 但基本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我不相信这种有Penta的比赛 MVP不给Penta的选手 那也太不合理了 那除非说队友随时发挥太好了 我们暴杀 杀了二十多个 就是 你虽然很Penta 但你只有六个头 然后你队友杀了二十几个头 对 但这局也没有这种情况 看吧 看吧 我相信给MVP的工作人员也很困扰 我们都已经暗示成这样了 对吧 要的时候等下出来给你一个Icon 我觉得 马哥的五杀是谁给的 Icon 催眠气泡之后不A 对不对 Icon 当然是要一个飞行抢了 其实他真要抢感觉是可以 但是可能火锅就吃不上了 来看一下 死马老贼 死五杀 一死七助攻 本场比赛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开局 但是人就是靠着自己 无比的韧性 浓回来之后成功的赢下的比赛 马哥这把玩开心那个感觉 十五 十五杀 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对对 那种十五杠一的数据有点豪华 所以这光这一场KTA就二十二 非常厉害 那伤害占比二十八 伤转率一百三十四 恭喜OMG 恭喜司马老贼 赢下了这个BO3对局的第一局 那下一局将会有一个双方 很有可能有个换别 但是有趣的点来的 第一局是伊斯大选边的 然后OMG是被动的在红色方 那我接着给一个数据 OMG也要选红 本赛季的这个蓝色方胜率 只有大概一成左右 但是呢红色方胜率是五成 就是其实有一个五倍的差距 所以OMG 有没有可能主动选红呢 我觉得有这个概率 加上刚才红色方其实赢了 我觉得维续 延续这个选择的可能性是大了 我还没有收到消息 但是我觉得 这概率其实不低啊 有可能吧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队伍喜欢 就是第二场选个红色方 收到消息的 OMG果然选择了红色方 而且没有进行换人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精彩比赛 马上回来